李女士坚持感情是两个人的开始 也应该是两个人的结束 她一直把这段感情当作婚姻来经营付出 不甘心男友说分就分 她更期待男友的改变能让恋情瓜熟地落 有一个好的结果 眼下一个想继续一个要分手 两人的隔阂已经很深 他们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李女士提到了一个时间点 感觉真正不好是去年4月15号开始的 那一天刚好是李女士的生日 她原本想男友陪在身边 可男友却编造了一个谎言出门了 4月15号是我的生儿 她说那天我有事情 然后要去提一个什么义务吧 她有个儿子 她的儿子跟她说 她也跟她同学约好了去看电影 也是那一天 那是我好的那你把她送回去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 她的儿子跟她有冲突有谋盾 结果呢 最后来告诉我阿姨 我告诉你一些事情 你知道你过生日的那一天 我们去干嘛了吗 我说你不是跟你同学 我说你去看电影了 你爸不是说有事情出去的吗 结果她儿子告诉我 阿姨你太幼稚了 她说那个阿姨姓王的 她带到她的女儿 她带到她儿子 两个人去看电影 我知道了这样的情况 作为一个女性来说 真的是伤害很大 我要去找她证实了 她给我的答案是 跟我之前跟她是台的 然后两个人分手了 前女友 对 那属于前女友 说是打电话给她说过来玩 然后呢说去开场电影 她说这样也是很正常 开了电影以后 什么都没发生 然后马上一赛场 然后她带到女儿走了 她带到儿子里走了 吃顿饭也没有 我当时这样子说 一个前女友开场电影 她带着女儿 你带着儿子 这是正常吗 你一别跟我这谈 以结婚为前提的 这个我想问一下 方先生 如果儿子不说这个事出来 你也是不会告诉他的 对 不如是告诉他们 肯定也有估计 估计他的心情 如果说名字告诉他的话 肯定接受不了 他对这个 我外面接受的心很估计 那你这种情况 那天是他生日 你觉得合适吗 不合适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当时也是我自己 是错了 他知道错了 我接受不了 我原来跟他 也闹了点摩登 也吵过 最后中 反正我还是妥协了 生日这天 男友竟瞒着他 陪前女友去看电影 当得知真相的那一刻 李女士将遭受当头一棒 心痛不已 只是面对男友的求和 心软的他选择了原谅 然而轻易原谅的结果就是 伤口再次被撕开 他儿子又把他接出来 阿姨 我又告诉你一件事情 他买了菜 这那个陪女友家吧 他做了一顿饭 他亲手做的 那我听到这个时候 我又 天又塌下来来死的 没错 我去做了一顿饭 当时其实去 去做饭 也没其他想法 他都能对这个 非常的感冒 我说一说 我也不能隐瞒 要信心里吧 当然这个隐瞒 是不应该的 是错了吧 方先生淡定的回应 和前女友往来的事情 一句我错了 说的是那么的轻飘飘 似乎在他的心里 认错成了一种形式 偏偏当时的李女士 相信男友是真心忏悔 看到男友 没有再和前女友联系 他以为可以松口气了 谁知 男友的这个前女友走了 另一个前女友又来了 又是另外一个前女友 上门要债 就上了到他爸爸妈妈那里 方先生 这个债怎么要到父母家里来了 是怎么回事 这个事我也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 他没有先找你吗 那一天我不在家 他是前面找过我的 那时候找我的时候 因为全部给他 后来拖了一段时间 他也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 父母那里去 你总共欠了他多少钱 一共就两万多块钱 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处理干净 他实际上 没处理干净 开始他爸爸给他还了的钱 没有一次性还我 还差个几千块 老人这个转账 也可能不太会 那么我给转 那是当时我给他转的 意思把这个钱给人家了 以后就一刀两断了 也不要有什么切磁了 择了以后呢 这个没有跟他有什么来往了 这个我可以确定 这个女的应该是没有 但是呢 通过这种种的事情 我心里 很失望 感谢观看